如果有一首会让人家立刻熟记的主题曲 那真是大加分 那么让观众能够再三回味 例如爱德尔为007创作的主题曲 比电影甚至更有辨识度 听到爱德尔浑厚的嗓音 仿佛看到苏格兰壮阔荒原中 屹立着老旧的天降庄园 最后被炸得四散纷飞 消失在烈火之中 爱德尔的Skyfall 气势磅礴 也是所有007系列电影中 唯一横扫金球奖跟奥斯卡奖 最佳原创歌曲的作品 将突破他的记录 压力势必不小 不过接棒的英国歌手山姆史密斯 只花了20分钟 就写好恶魔四福的词曲 打败了特地以电影名称 为歌名的电台司令乐团 成为1965年以来 第一位独唱007主题曲的男歌手 山姆史密斯独树一格的嗓音 配上钢琴跟管弦配乐 气势不输爱戴儿 不过有一群人不需要乐器 也能够感动人心 她们是巴顿女生的团员 巴顿女生在歌喉站续集 打货传统加入原唱歌曲 请来历届团员回归大合唱 感动评审也感动观众 主题曲Flashlight 由实力派女歌手Jesse J演唱 魂口的嗓音跟电影中的清亮女生 感觉不同但一样好听 电影中新旧世代齐聚一堂 友情更加坚固 同样是歌颂友谊 这首歌却让很多观众 一听就红了眼眶 主题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查理普斯跟饒舌歌手 威茲哈利法 唱出玩命关头大家族 失去保罗沃克的悲伤心情 在隐秘心中勾起最深的怀念 两个人并肩飙车 在岔路走向不同终点 但家人的羁绊跟兄弟情谊 生戏彼此心中 让人听了潸然泪下 曼哈顿练习曲中 失落的音乐人 正准备放弃自己的梦想 没想到写给男友的歌 意外抓住唱片公司高层的心 却还是挽不回失去的爱情 但我们是否全部失去的爱情 尽量灯上红队 启拉奈特利的清唱版 跟魔力红主唱雅方的魂音版本 观众各有所好 同样是描绘爱情 格雷的50道阴影主题曲 则是把观众从小倾心 带入大人的世界 重复的旋律跟歌词 让人一听就能忘记 爱丽高登甜美高亢的嗓音 把女主角的挣扎与眷恋 以及两人的缠绵情欲 全部唱出来 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主题曲 让电影大放异彩 有时甚至比电影本身 更具辨识度 跟情节互相呼应的词曲 在观众脑海中 堆叠出乃以忘怀的记忆